今天是DevOps家实践系列第四讲 女员生应用的交付的设计与实现 我是近山 来自阿里巴巴容器服务团队 负责容器服务解决方案的开发与推广工作 加入阿里巴巴之前 我在IBM工作 主要从事企业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管理工作 后来加入了IBM的云产品部门 参与了IBM公用云产品的开发和运维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上期的内容 在上期里头 刘生老师带领大家 从零搭建CICD系统标准化交付流程 一个完整的过程 包含了安装Docker 然后构建源码 打包应用 部署到K8S上等一系列的过程 今天的课程主要是谈云原生应用的运维 云原生应用的英文是Cloud Native CNCF关于云原生技术相关的定义 我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云原生技术有利于各组织 在公有云 私有云和混合云等新型动态环境中 构建和运行和弹性扩展的应用 这里就谈到了云的形态 云原生的代表技术包含容器 服务网格 微服务 不可变基础设施和声明式API 今天主要会谈容器以及K8S 这些技术能够构建容缩性好 亦于管理和便于观察的松维和系统 结合可靠的自动化手段 云原生技术使得工程师 能轻松地对系统做出频繁 和可预测的重大变革 那个定义比较长啊 那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不但要让应用运行在云上 同时呢 要让应用能够充分利用云的基础设施 是它具有云的能力 云计算的基础设施都包含什么呢 比如在公共云上我们有 ECS、SRB、VPC等的 这些都是云的计算的基础设施 如果是一个容器应用 它可以运行在容器服务上 那如果具有跨平台的可一致性 如何让应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知道 一旦应用构建成了一个Docker镜像了以后 它既可以在你的本地的笔记本上运行 也可以在IDC里运行 同时同样一个镜像 也可以运行在云上的容器服务 所以呢 这就让应用具有了一次构建 跨平台运行的一个可一致性 那么如何让应用的运维 就更具有可预见性和更健壮呢 我们知道 对比原有的运维方式 在主机里头运维一个应用 经常意味着发布一个应用之后 对主机的配置做更不安的变更 等下一次应用 在进行运维方升级发布的时候 你已经不知道那个环境 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了 所以呢 我们要让应用的运维呢 更具有可预见性 而且更健壮 还有如何实现运维自动化 还有如何实现服务化的 服务化相关的讨论呢 在后期会跟大家介绍 本期呢 会跟大家着重介绍 一个容器的应用 如何运行在K8S上 它都会经历哪些操作 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概念 我们会通过一个实力串起来 跟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整个这个过程 容器和K8S的概念 在前期 孟元老师跟大家介绍的课程中 孟元老师的课程中 跟大家介绍过容器和K8S的概念 那容器呢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轻量级的虚拟化的环境 K8S呢 就是容器的一个编排 也就是集群调度的 调度的工具 那如何 如何上手使用一个K8S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在你本地开发环境中 运行一个mini-cube 这里我列了一下 在gethub上mini-cube的一个链接 我们看一下mini-cube是什么样 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mini-cube的一个 是个命连行 你呢 运行 start mini-cube start 以后就会在本地里的计算机上启动一个完整的K8S给集群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用kube-control等命令来管理和运维这个小集群 你的应用开发完了以后 可以部署在mini-cube上进行调试 非常方便 所以这是第一种使用方式 用本地开发环境mini-cube来使用K8S 第二种方式也就是今天我们课程上要介绍的 访问阿里云上的K8S集群 阿里云的容器服务提供了一个云上创建和管理K8S集群的能力 这是它的控制台的一个界面 随后呢 我们会实际的通过这个界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 比如说部署应用配置应用等等 那访问阿里云的容器服务上的K8S集群呢 也有多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浏览器来访问 会出现右面这样的界面 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通过标准的kube-control的命令行来访问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我的本机已经配置好了 用kube-control连接到远端我在公有名上的一个容器服务K8S集群 通过kube-control-get-nose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集群里头有三个mask的节点 四个warp节点 以及它们存在的时间啊 还有kube-s的版本等等 很重要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kube-s上现在还没有任何部署 这是一个干净的环境 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通用阿里云CLI 阿里云CLI是阿里云产品的combine line 通过这个命令行工具呢 可以很方便的管理阿里云全线所有的云产品 比如说ECS农具服务 我们在这里头执行一个命令 阿里云ECS describe regions 然后这可以看到ECS都有哪些region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管理容器服务的一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说 访问容器服务 我的账号下都有哪些容器服务的集群 这个内容比较长 我就不跟大家讲 所以呢 大家可能会问 Kube-Control和阿里云CLI是什么关系 那Kube-Control呢 是标准的K8S的一个访问的命令行接口 阿里云CLI呢 可以呢 去创建容器集群 然后我们创建好的容器集群 可以用Kube-Control来进行部署应用和管理的工作 所有这些操作呢 都通过 也都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访问 所以这是访问集群的几种方式 本次课程呢 是一个实践课程 所以我们呢 我们会以一个示例程序 带领大家 来完成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容器服务 容器应用的管理和运维的工作 我们这次用的例子呢 是Wordpress 大家都知道Wordpress是一个很著名的博客软件 在网上呢 也有很多关于如何部署一个高可用的Wordpress的文章 比如说右下角 这里头会看到 有两个webserver上分别运行Wordpress 然后访问后台的数据库 同时呢 这个webserver呢 也会挂载到分布式的文件系统上 前端有一个负载均衡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在云上利用主机的形式 来部署一个Wordpress的实力 那么我们如何把K4E这样的一个部署环境 用容器化的方式部署在一个K8S集群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做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用容器的方式在K8S上把这个应用部署起来 让它能访问数据库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弹性扩缩容 进行的其中的一些配置管理 还有访问分布式共享存储等等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 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子安全和授权的管理 这些在容器服务上非常高级的功能 好 下面第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把Wordpress这个应用 部署到K8S集群上 现在假定Wordpress这应用的容器 容器镜像还有MySQL的镜像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第一步先以先以Pod的形式 把它部署到K8S上 K8S中的Pod的意思是 就是一组可以统一被调度的集群 那在这一次部署里头呢 会有两个Pod 一个是Wordpress 就是个PHP应用本身 另外呢 MySQL 也是以容器方式来部署起来 Wordpress访问MySQL 从MySQL数据工中 MySQL数据库中获得数据 来展现给 展现给Web 当然在生产环境中 不建议用容器化的方式去跑MySQL 可以连接云上的数据库 比如RDS等等 但是这些讨论就不在本次课程里 讨论之列了 我们先看一下在公用云上怎么部署一个Wordpress应用 这个呢是容器容器服务的控制台 我们看到容器服务K8S版 Kubernetes版 在左边呢是它的导航菜单 导航菜单里分集群的管理功能 比如说在这里能看到有多少个集群 刚才重新登录了一下 在这里有看到 在我这个账号下 有三个集群 后面我们所有的练习呢 都会在部署到 Cluster1 这是在华东1的一个集群 在这集群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集群里头有多少个节点 在这里显示的内容和刚才我们用命令行 看到的类似Cluster1里头有七个节点 其中三个Master作为主管理节点 另外有四个工作节点 后面还有存储券命名空间和授权管理 这种集群级别的操作 在应用级别操作呢 我们会有部署就是K8S Deployment以及容器组POD 通过这一系列的菜单呢 可以进行应用的一些管理 最后呢 是应用市场相关的 比如说应用目录服务目录的 好 我们呢 先用部署的方式来部署一个 容器服务的 来部署一个K8S应用 首先呢 我们先部署MySQL 我们准备把它部署到Class1里头 命名空间呢 就部署到这个Default命名空间 我们可以使用镜像方式创建 在这里头呢 起 应用起个名字 MySQL 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镜像名呢 就直接用公网上的MySQL的镜像 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用 MySQL MySQL 5.6 所以呢 在这里头填上镜像版本5.6 在下一步之前呢 还要为MySQL配置一个环境变量 指定它的 指定它的 指定它的数据库密码 好 MySQL root password 这是 环境变量名 它的值是MySQL 这个dbpass 这个dbpass未来也会传给 Wordpress 应用 让它能够访问MySQL 这一步 点击下一步 我们呢 给这个MySQL呢 创建一个 service 叫MySQL SVC 进行端口映射 MySQL对外真听的是3306的端口 我们对外 曝露MySQL service呢 也用3306端口 这样 这样比较直接和方便 好 大家会看到 MySQL 第一个我们的MySQL已经部署成功了 跳点 进入到融事组里头 看到 MySQL已经 运行起来了 下一步我们开始部署 Wordpress 给应用起名叫Wordpress 还是部署到 class的页里的 名空间是default 镜像名也用官网的 Wordpress 用下 我们看到我们这次 这次演示用的是 Wordpress的镜像版本 4.8 Apache版 我们在这里写上 4.8 Apache版 下一步之前 我们同样要 我们同样要给Wordpress 配置两个环境变量 你在这里看一下 环境变量的包含什么 第一个环境变量呢 就是Wordpress dbhost 它指明了访问 访问MySQL的一个地址 第二个呢是Wordpress dbpassword 就是设置给MySQL的那个路 的password 我们先设置一下 Wordpress dbhost 添加一个环境变量 大家注意 在这里头 为MySQL的host Wordpress dbhost 的配置的值 是MySQL svc 这个就是我们 前面在创建MySQL时 给它铺路的service 我们再配数据库 password 好 确保这个MySQL dbpass 这个值和前面 MySQL 配置的一样 点击下一步 我们在布铺服务 暴露服务方面 我们给创建一个 负载均衡型的服务 然后它具有公网访问 容器服务的端口 容器的端口是80 我们对外布铺路的是8080 OK 点击创建 好 Wordpress应用也部署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应用的行情 点击pod容器组的显示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Wordpress已经运行起来了 我们再到服务页面去看 Wordpress的服务已经起来了 而且呢 已经有了一个外部端点 我们扫问一下 好 Wordpress的初始化页面已经出来了 出来这个页面意味着 Wordpress正确的连上了 MySQL数据库服务 如果是 如果MySQL 如果Wordpress访问到MySQL 是不会出这个界面的 所以这个界面意味着我们第一个Wordpress容器化的 Wordpress应用 已经部署成功了 好 所以回顾一下刚才所做的事情 我们利用deployment的方式 部署了Wordpress和MySQL 这两个pod 但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我们呢 在Wordpress外面 和MySQL外面 都曝露了service MySQL的service呢 曝露的是一个内网的service Wordpress呢 曝露的是一个外网service 那这个外网service 类似于 一个负载均衡器 那它对外曝露的一个IP地址 通过访问它的8080端口 就可以访问到Wordpress应用 这也是我们刚才通过浏览器 看到Wordpress界面的 Wordpress界面 那刚才呢 是在创建应用的导航的导航中 同时创建了pod和service 那么我们能不能单独创建一个service 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回到工具服务的界面 在服务这边 在前面导航栏已经创建的 WordpressSVC 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准备再创建第二个服务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服务实际上内容 跟前面WordpressSVC是一样的 只不过为了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不通过前面的创建的 前面创建的导航栏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创建一个负载均衡类型 也是公网访问 官僚的部署呢 是Wordpress Deployment 容器端口映射还是80到8080 点击创建 在创建一个load balance类型的服务后台呢 会自动创建一个SLB 我们看到这里是正在创建中 好 现在已经创建成功了 他们呢 这是一个新的SLB创建出来的 它的IP地址和 IP地址是这个地址 然后访问8080端口 好 这边也出现了 也出现了Wordpress的 Wordpress的欢迎订阅页面 就说明这个服务创建成功了 创建了这个服务对外有什么有什么好处呢 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对容器进行弹性的扩容和缩容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把Wordpress这个容器的 容器的IP地址对外曝露出来 对外曝露出来 那么一旦容器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它被销毁和重新创建 或者是弹性扩容了 IP地址都发生变化了 那对外的访问端点也就会发生变化 这个实际上是并不是云原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云原生应用 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呢给它曝露一个唯一的服务 唯一的一个服务 比如Wordpress SVC或者Wordpress SVC2 它呢有一个固定的IP地址 后端呢可以挂任意多个Wordpress的实力 那因为它指定到了Deployment Deployment进行弹性扩缩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端点不变 而后面的实力发生变化 不影响外面的端点的防御 所以我们看一下子如何利用 如何对它进行弹性扩缩容 还是回到部署这儿 我们看到在Wordpress这部署里头 显示的容器组的数量是1 所以呢它现在我们呢 现在把它进行弹性扩缩容 举例讲我现在把它Wordpress这个实力 扩成五个 现在这个容器组数量已经变成五 好 现在五个Pod都已经创建并执行成功 这是那新创建出来的四个 加上原来的一个 一共是五个 我们再访问一下刚才的服务的端点 就是看见还是能正确的访问 虽然我不知道后端处理的实力是哪个 但它一定是这五个中的一个 我们再对它进行缩容 举例讲 全五个把它变回成两个 这已经变成两个 在这里能看到现在已经销毁了两个 其中第三个也正在销毁的过程中 会剩余两个 刷新一下 好 刚才那个带销毁的容器 Pause已经消失了 还剩下两个 这实际上是 现在就是我们刚才的操作 告诉K把S 这个底部保持有两个 有两个Pod的实力 K把S呢 会动态的监控着这个Pod的能力 比如说如果一旦一个Pod出了问题 如果一旦一个Pod出了问题 消失了 那么呢 它会自动起来了 让保持着这个Pod的数目永远维持在指定的数目上 在这个例子里呢 就是二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的Wordpress应用已经数据规模了 第一它对外曝露了一个类似负载均衡的唯一的一个端点 通过8080端口 IP地址来访问 同时呢 它还有两个实力 两个实力呢 都访问同样的一个MySQL的 MySQL的一个容器实力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 Wordpress的部署 那Wordpress的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博客应用 如果你的这个网站 有上传的上传的 有上传图片啊 文件等的 它会存储在Wordpress本地 那如果是有多个Wordpress实力在跑的情况下 有可能用户A上传的 上传的这些文件存在第一个Wordpress实力当中 用户B呢 上传的存在第二个实力当中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这两个Wordpress实力 无法互相共享他们上传的文件 那在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呢 可以给Wordpress所有的应用 挂载到同样的一个 分布式的一个云存储上 这样保证 所有的上传的文件都在一处 他们所有的Wordpress实力都可以访问 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旦Wordpress这些 容器实力被销毁了 或者弹性扩缩容了 他们呢 这些新的实力也都会 自动挂载到 后面的云存储上 那原先我们所存储的那些应用啊 数据啊 原先所存储的那些文件 也都还在那儿 所以保证数据不会随着 不会随着容器的销毁和弹性扩缩容而消失 那在现在这个实力里头呢 我们呢 会给 ZZ这个演示力 我们会给Wordpress呢 配备一个远程的 OSS的云存储 我们知道 阿里云的OSS是一个对象的一个存储 它具有非常好的访问的性能 在K8S里头呢 如果要想创建一个OSS的存储券呢 首先呢 你需要在 你需要在 OSS里头创建这么一个pocket 好 这个呢 是我自己 我创建好的一个OSS的pocket 这里的一个文件 我们先把它升掉 Browse OS 8K里头 我们会在极群级别创建一个存储券 英文就Presist Volume 我们这已经创建好一个Presist Volume了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击创建 然后呢 创建存储券可以允许你创建云盘 NAS和OSS类型的存储 存储券类型 我们这次跟大家演示的是OSS类型 在这里填入存储券的名字 比如说PV2 然后总的容量 比如说50G 这边呢 写入你的AccessT 就是你的 还有还有命要 如果你写的正确的话呢 在这里呢 会选择bocket 就会出现你的这个SXK底下的 能访问的OSS的bucket都有那些 点击选择了以后 再选择一个访问域名 点击创建 就可以成功了 那因为 SXK现在在这里头 没法配置 因为在直播里 没法配置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再提前呢 去创建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已经创建了这样的一个存储券 Wordpress OSS PV 它有50Gb 然后是用我的AccessK来访问的 关联到了我们刚才说的OSS控制台上的 我的那个bucket 好 在K8S里头 如果一个presist volume存储券创建好了以后呢 如果应用要想容器用选项挂上的呢 还需要有一个PVC 就Presist Volume Claim 中文名字叫存储声明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一个存储声明是怎么创建起来 好 在这里头呢 点击到应用下面的存储声明 点击创建 还是选择OSSS类型 我们找一下 存储券的 存储券的名字叫Wordpress OSS Claim 分配模式呢 我们是选择已有的存储券 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创建的那个 Presist Volume已经在了 我们点击选择 选择50D 点击创建 好 这样呢 一个PVC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下面呢 我们看看 怎么把Wordpress应用挂到这个存储券上 我们回到刚才的部署里头 在Wordpress Deployment 我们点击编辑 回到了我们熟悉的 熟悉的这个Deployment编辑的页面 往下拉 可以看到在数据券这里头 可以有增加本地存储和增加云存储 我们增加一个OSS类型的云存储 OSS 挂载源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Wordpress OSS Claim 选择一个容器路径 这个意味着就是 这个意味着容器内部的根目录下 Data目录 挂载到了这个OSS的定属源上 所以这个Data容器底下 每个容器底下的 每个容器底下都有一个根目录 Data目录 它的内容呢 应该和这里一样 现在都是空的 好 我们点击一下更新 稍微等一下等更新成功了 好 现在已经更新成功了 两个Wordpress的实例 都已经挂在到存储券上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怎么验证这个 怎么验证这个Wordpress实例 已经正确能够正确地访问这个 OSS存储了 我们可以进到容器里头 运行一个web终端 进到容器里头 通过点击刚才的terminal 就进入到Wordpress的一个实例里头了 稍微等一下 界面外部初始化 稍微有点慢 好 出来了 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容器内部了 我们进入到容器内部的根目录data底下 我们LS一下看到下面是空的 我们在这里的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比如叫ABC 打回车 好 这个操作已经做完了 我们回到控制台里头看一下 等一下刷新 这个ABC这个文件已经在这里正确地创建出来了 我们刚才实际上是通过webconsole访问的第一个Wordpress实例 如果访问到第二个webconsole访问第二个Wordpress实例头呢 进入到Data目录 也会 进入到它的Data目录 也会看到底下有个ABC这个文件 他们就实现了通过 通过云盘 通过OSS OSS 分布式存储 来共享文件 那么再回顾一下的我们现在的Wordpress不但能弹性扩缩容了 而且他们有一些本地存储的数据也转移到了OSS的云存储上 这样呢在不管在弹性扩缩容还是销毁和升级的过程中 这些数据都还是会保留的 那我们注意到 刚才一直访问的时候都通过IP地址来访问 那么我们能不能访问通过域名 七层域名的方式来访问 答案是呢这是可以通过ingress的方式来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在这个服务上对外铺路一个域名 叫wordpress test.com 然后创建一个ingress 让它让外面的浏览 让官网的浏览器可以通过这个域名 而不是这个IP地址来访问 进入到路由里头 路由就是ingress 我们创建一个ingress 给它起个名字 ingress的缩写 我们希望这个域名是 wordpress test.com 在域名下面是访问根目录 下面到底比较关键了 我们这个域名我们希望绑定到wordpress 第一个wordpress wordpress wordpress 服务的8080端口 后面的权重和权重比例 大家可以先不用管 点击抗件 刷新一下屏幕 好 第一个ingress 第一个ingress 路由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路由 点击这个域名 可以看到 它同样也能正确的访问到了wordpress 这个服务 这里跟大家要介绍一下 我们用的这个域名 一定要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一个域名 在生产环境中 你这个所拥有的域名要 要注册绑定到对应的这个端口 比如这个端点 114的这个端点 然后在DNS设置好了以后就可以访问 在我的这个测试 在我的这个演示环境里 我是把本地的etchost的底下 把这个域名和这个访问端点绑定起来的 生产环境中 大家注意 一定要把你的域名和端笔 在DNS设置配置好才能发展对应 好我们刚才已经成功的给wordpress服务配置了 配置好了七层的访问 现在呢我们既可以通过四层的IP地址加端口访问 也可以通过七层的域名来访问 这个域名底下还可以配置域名 所以很方便的 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回顾我们刚才wordpress的一个部署 我们会记得wordpress wordpress它是通过环境变量 来获取MySQL的地址 来进行来访问 来获取MySQL的主机地址 然后进行配置好访问的 那么这个配置呢 有没有一种集中管理的方式 在k8s中有个叫config map的概念 可以呢集中的在集群级别 创建一些配置文件 然后让所有让容器用用挂载这个配置文件 让我们演示一下的如何在界面上做这件事情 进入到控制台 这里有个配置项 配置项呢就是config map 还是在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集群要选择cluster1 命名空间的选择default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配置项名 我们给这个配置项名称起名叫wordpress mysql settings 在这里会设置wordpress 访问mysql的一些参数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wordpress 我们把wordpress dbhost的配置到这里头 然后这里需要写mysql svc 点击确定 这第一个配置项就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那个wordpress 其中有一个keyvalue值 是wordpress dbhost 访问mysql svc 那我们刚才的那个部署去怎么去访问他呢 我们看到这个部署在编辑的页面里头呢 现在编辑页面暂时还不支持可实化的去增加一个 去去增加访访可费的麦克能力 我们下面呢演示一下通过命令行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直接通过k8s的体系 说你们yaml以及命令行来如何做这件事情 首先呢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传统经典的deployment的yaml文件 在这里头呢有deploymentyaml的名字 它的labelselect 在这个spack container里头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就原来是dbroot的内容 然后现在变成了通过config 通过wordpress mysql setting 这个config mac 导入环境变量 那么这个环境变量的内容就是我们在这里 刚才看到的 这里看到wordpress dbhost 内容是mysql svc 在这里头去访问一下 我这里写错了 我这里写错了 改正一下 这是注释 当然不影响执行 好我们呢先把 我们先用这部Ctrl看一下 现在这个集群里都用了 我们先把这个wordpress的这个地方删掉 好现在我们看到wordpress deployment删掉了 我们呢在用命运行去创建一个新的wordpress 让它能够从config map里获得数据 数据mysql的host的地址 这个文件内容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配置了config map的deployment 加某文件 好现在第一个deployment 这个新的deployment已经创建好了 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而且它的数据只有一个容器实力 我们回到界面看容器组 这个已经运行成功了 那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部署 我们所有的service并没有删除 那service还会同样指定 所有有相同selector的相同label的deployment 所以呢现在服务呢 应该都是已经还是可用的 我们点击任何一个服务 好这个界面出现了就意味着 我们新的部署的这个wordpress 它呢通过config map 获取了数据库的地址 这是正确的 然后正确的显示这个界面 这个图呢回到这个图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所有的wordpress实力实际上 可以通过config map 来获得这个数据库的地址 在下一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子 还有哪些配置可以剥离出来 那就是数据库的密码 数据库密码和数据库的地址 有些不太一样 大家一般在上生产环境的时候 不是特别愿意把数据库密码 作为名文在文件里头去 在文件里头去显示 所以呢在k8s里呢提供一个概念 叫secret 它可以以一种 一种hashi map的方式 它还它可以以一种 它可以以加密的方式来显示这个 备置的内容 你们能首先呢先创建这么一个secret 把这个关掉 在控制台上呢 这叫保密字典 就是secret 没有 创建一个secret 好 我们看看给secret起什么名字 这个人叫mysecret pass 它的第一个key是password 这就是创建出来的第一个 secret pass 同样呢我们还是利用 我们还是利用 利用deployment的方式 用yaml的方式来更新它 我们看一下yaml中相关内容所在的地方 在这一段原来的时候呢是直接声明一个wordpress dbpassword的变量 然后值是用mysecret dbpass 现在呢在这里面呢 name还是wordpress dbpass 但是value呢要从一个secret过去 这个secret的名字是mysecret pass 好keyword就是这个建值 key是password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apply一下这个这个yaml文件 看到这个wordpress department已经正确的配置好了 返回到界面 看一下wordpress的剧组数量已经起来了 wordpress已经正常的运行了 我们再访问一下这个服务 确保它是真的正常的 好 现在这个欢迎一面也出来了说明 wordpress这个 wordpress这个部署所有的实力 不但正确的通过 CafeMap里获得了数据库的地址 也通过secret里头正确的获得了数据库的密码 这样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欢迎界面 那么在刚才这一系列的过程中 我们带着大家从部署一个最基本的wordpress 访问MySQL开始 然后把它们 然后把wordpress进行弹性扩缩容 对外曝露了一个唯一的ip ip端 ip加端口访问的地址 然后加上ingress 让它能用7层访问 后端挂载了共享的OSS 云存储 然后呢 把wordpress的配置 剥离出来进行集中管理 让它呢 能集中的访问 能从这个集中的ConfigMap中 中心的ConfigMap中 获得数据库的连接地址 然后呢 在一个secret里头呢 获得数据库的密码 这个呢 实际上是展现了一个典型的web应用 从部署到运维到升级的过程中 所常进行的一些操作 下面呢 跟大家来探谈 在运维当中经常会看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全电管理 我们知道 一般情况下 公司和企业内部都会有不同的招待 账号 访问资源 访问同样一系列资源 在k8s中有namespace的概念 可以呢 把一个k8s集群分成不同的组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示例里头 一个k8s集群中 包含三个namespace app1 app2 和qa 你可以理解 app1是给app1开发团队的 app2是给app2开发团队的 那qa呢 qa这个namespace 是给测试团队用的 那每个团队 他用自己的账号 通过管理和授权 让他能执行访问自己 自己 在自己的namespace下的所有资源 然后达到了一定的相互的隔离的作用 在一个namespace下可以管理的资源 包含所有的资源 还有他的一些策略 以及他的一些限制等等 这样呢 实际上是可以让 让公司内部的所有团队 既可以共享资源 又可以互不干扰的工作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我们看一下 在控制台上怎么做的一些 首先呢 你需要在ram里头 在ram里头去创建 创建一系列的一个子账号 我的这个子账号底下 我已经创建了一个appuser1的一个子账号 另外呢 在这个集群里头呢 我创建一个appspace1 这样的一个名空间 新的名空间 我是想给他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让appuser1只能访问appspace1 我这里已经做过了 把它删掉重新来一遍 好 我们现在在进行授权 我们class1 我们选择这个class1 名空间呢 我们选择appspace1 它的访问权限开发人员或者受限 开发人员呢 在这里介绍可以对名下的资源 名空下资源有读写的权限 那受限用户呢 是对于云空间下的资源呢 只有只读的权限 它就只能看 但是不能创建云 我们呢 现在给他复制一个开开发人员的一个权限 点击下一步 好 授权成功 这是主账号 就类似于管理员的账号 它能看到所有的集群和所有的名空间 我们下面退出登录 用纸账号登录 看看通过这样的授权 它能看到的是什么 把这个都关掉 我们用主账号登录 输入运货名和密码 同样访问我们去服务公开 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是APP user1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呢 在集群里头只能看到一个集群 就是class的1 下面呢 我们要去部署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在class的1的所有的名空间 我除了APP space1 我都看不见了 好 那这就是我自己专属的一个名空间 如果其他紫账号没有得到授权的话 是看不到我这里的资源的 在这里呢 部署一个应用 我们可以部署一个NGX应用 演示一下 部署到class的1 namespace 明明空间人 APP space1 点击下一步 我们的NGX 我们对外给它透露一个缩载均衡 我们对外给它透露一个缩载均衡 好 NGX应用已经创建成功了 而且service也部署 部署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NGX service已经创建成功了 外部的端点是这个 好 NGX已经起来了 但这是一个在账号在它自己的明空间下去运行的 我们要把它删掉 然后把相关的服务也删掉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自账号 访问它自己明空间的过程 退出登录 使用主要号 回到 回到控制台 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演示示例 在这个集群里创建一个APP space1的空间 把APP APP user1 授权到 只能访问 APP space1 这样的话 在这个明空间下 它拥有 创建 创建应用和删除 删除应用的权利 但是呢 它实际上没有权利去访问其他的namespace 我们刚才演示的呢 都是通过容器服务来创建一个应用 管理一个应用的一个过程 那么关于应用的镜像怎么管理 我们现在再用下面最后这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快速介绍一下子 容器服务上提供了一个镜像 容器应用镜像仓库管理的能力 它呢 具有 比如说创建管理云空间 然后竹子账号授权访问等等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webhook的机制 可以允许你在上传和构建好这个应用镜像的时候呢 对外进行webhook方式去通知你的一个内部系统 达到系统的一个集成的功能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安全扫描的能力 就是你的应用 应用的镜像里头 如果有漏洞的话呢 可以通过一个开源组件 还有漏洞的话呢 实际上可以通过安全扫描扫描出来 同时呢 镜像仓库呢 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进行自动的构建 如果关联好的 比如说下面的这些代码仓库里 一旦这些代码仓库有代码提交的话呢 就会触发这个应用镜像仓库 会自动构建 多个镜像 所以呢 我们呢 在界面上给大家看一看 到底这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进入到镜像镜像 容器镜像服务的控制台 这是和容器服务不一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控制台 还是看到你的容器服务的镜像可以选择在这些区里头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看是在我的账号底下 滑动1下面的一个镜像 我现在已经有这么多镜像仓库了 在这个镜像仓库下我可以创建多个名空间 比如说我这个账号现在有五个名空间 还有五最多可以创建五个名空间 那我再创建一个新的名空间 这个名空间已经存在了 我需要再选择一个 那如果你开启了这个名空间下 这个自动创建仓库的话呢 那布置一个镜像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去创建一个仓库 那默认仓库类型是指公有和私有 正常情况下 一般铁内部都会把这个镜像仓库设为私有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 别人是访问不到的 还可以呢在这里进行授权 比如说我在这里添加授权 我给这个nameslis这个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账号 给它进行授权 在这里就不进行掩饰 稍微中断一下 回到这里头 我们这个镜像仓库里头 可以有 可以可以有多个名空间 名空间下呢 会有 多个镜像仓库 这个镜像仓库呢 可以打上tag 标志着镜像的不同的一个版本 然后主账号拥有这些镜像 所有的镜像仓库 它可以授权子账号去访问 所以这里是安全的 那么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些功能是怎么 首先看一下这个自动构建的能力 当我创建一个新的镜像仓库的时候 举例一下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New repo 点击下一步 可以看到有代码人的选择 这里代码人包含阿里云扣的 或者github 或bitbucket 或者私有的gitlab 最后一个是本地仓库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想做自动构建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在这四个账号上 在四个 这三个云的账号 还有或是有私有的gitlab 的原代码呢 你可以配置好 让镜像仓库可去访问这些 我们在这里点击 比如说在这里 可以点击才把原料进行绑定 这时候呢 会跳到github的界面 让你去授权 访问 然后你点击授权了以后 就可以访问到 就可以拉取到你这个github的账号底下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代码库 然后呢 一旦有代码库提交了 你可以定义一些规则 让它进行自动的构建 这就是这个过程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实际创建了 如果你不想做自动构建 不想绑定代码人的话呢 你可以用本地仓库的方式 本地仓库也就意味着你创建的这个仓库呢 可以用命运行推送到镜像仓库里头 我们这里呢就先不创建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如果已经有一个这样一个 home page这个应用的镜像 我如何推送到这个镜像仓库里头 我们先进到这里头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应该是已经有了 对 那这里头呢 这个这个镜像已经有了0.1 0.2两个版本 我们看一下在我的本地的镜像里头 是不是有home page 好 大家可以看到 home page应用 home page这个镜像 在本地已经有了 我们把它上传上去 那这个可以看到 因为我所有的镜像在远端已经都已经上传 在远端已经上传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它检查完了以后 发现所有的镜像 所有层都有的存在 就会重复 好 刚才演示里漏了一点 我们还需要先login一下 如果使用这个login呢 在这个 在这里头呢 会很很好的 很好的帮助文档 比如说我在这里头 去还有拉线打回车 然后输入我的用户名密码 就可以登录到这个镜像仓库 然后呢再进行推送 然后再进行推送 就可以完成一次镜像上传的连作 对刚才演示了 如果你绑定了这个代码仓库 绑定了代码源 那呢可以呢进行 录制的规则进行代码自动变更的时候 进行自动构建镜像 如果您不想自动构建镜像呢 也可以用运行方式来 来推送 或者你的CICD 来推送的方式 在上一讲里头 刘生老师带领大家 做到CICD的环节就可以 CICD的整个的流程 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还有安全扫门和Webhook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访问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Urocard的一个镜像 这是Street Cloud里的一个服务发现的组件 我们看一下 在点进这个详细内容里 我们看一下镜像版本 这里都已经上传了一个版本 它有不同的一个态度 我们扫描看一下 这里已经扫描 扫描完成了 发现呢这个Urocard呢 我会报告这个Urocard所在的安全漏洞是什么 然后它的一个评级的一个分布图 下面呢是所有的这个漏洞的编号 以及所在的软件包 当前版本修复版本等相关的内容 大家可能会问 这里头扫描出来的安全漏洞是指什么 我们知道 那我们在用容器构建容器镜像的时候 往往要构建 往往要基于大量的开源软件 而这开源软件呢 经常会被发现出有各种各样的安全的漏洞 所以呢这里呢 CVE这种编号呢 都是在网上一些官方的 官方的漏洞漏洞 编号 如果到相应的网站上呢 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漏洞编号 对应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处理等等 是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 参考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网站 那在这里头呢 扫描出来的这些漏洞 如果我 如果我发现它 其中有些漏洞对我影响非常大 我可以呢 考虑呢 把其中的重新构建镜像 然后修复这些漏洞以后 然后上传新的镜像 这样就达到了你的镜像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管理 还有一个webhook的机制 webhook在这里 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我这里头呢 一旦比如说 镜像推送进来了以后 我可以呢 触发一个webhook的URL 这个URL是 用户自己定义的URL 比如说 我自己内部有一个系统 它对外曝露一个URL 那一旦有 有 有其他系统 去捅这个URL的时候呢 就会触发一次动作 比如触发一次报警啊 或触发一次统计等等 这个呢 所以呢 这个webhookURL都是方便 你的 你的内部系统 和镜像仓库进行集成的 一个工具 好 这里头呢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那 在暗里云容器服务上 这个镜像仓库 镜像 镜像服务呢 可以呢 让大家很方便的去 管理 民空间 管理镜像仓库的民空间 可以进行授权的管理 还可以进行代码的自动构建 安全扫描 以及通过webhook 来对外进行系统集成 刚才呢 我们跟大家 带着大家呢 介绍了一个完整的 WordPress的应用 它从部署 然后进行配置和管理 相关的一些操作 以及呢 如何利用权限 来让团队 多个团队共享同样的一个集群 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子 如何进行镜像仓库的一些管理 那么后面呢 是最后一点呢 是跟大家进行一些 简单的一些探讨 比如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操作呢 虽然通过界面上是行 但后端呢 实际上是通过描述文件来做的 那么这个描述文件呢 它可以进行版本化的管理 就是这些YAML文件 通过用这种YAML文件 以及标准的命令行 以及标准的API的方式呢 可以实现自动化的部署和运维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应用呢 应用和平台本身呢 对底层的操作系统 有一个清晰的界面 在不同环境中可以可移植 所有的应用 以容器的方式跑起来了 那这个底层的操作系统 不管是Synos还是Linux 你都不用管 那你自己的这个 能器镜像里面呢 会打包好了 这个应用所依赖的 所有的底层环境的信息 然后呢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间 移植你的应用 这个是语音原生应用中 语音原生应用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呢 就是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 尽量保持一致 利用持续部署来保证敏捷性 我们持续部署在前面 刘生老师的CICD的环境中讨论过了 那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尽量一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 你举例讲 你如果你的开发环境 是用的 MySQL的数据库 然后在生产环境 是用Oracle的数据库 这样呢 就是不是一致的 所以通过容器的方式呢 可以让 你们 让我们 用在开发环境中所用的镜像 和在生产环境中完全一样 那大家可能会问到了 在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中 镜像内容一致 但很多配置参数 有可能在各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就会用到我们刚才说的 ConfigMap和Secret的方式 把这些配置参数抽离出来 在集群级别 让所有的部署可以共享 最后一个呢 就是不必改变架构 用工具链和开发实践 即可扩容升级 我们看到 我们 把 Wordpress应用部署上去以后 我们不管升级 改变它的配置 以及扩容和缩容 都通过几个命令 简单的做到了 而不用改变应用的架构 这个在云原生应用的认为中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最佳实践 好 那今天的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云原生应用的交互的设计 与实践 最终呢 会探讨一下 在云原生应用中有几个特点 后期呢我们会更详细的跟大家介绍 比如服务化呀 然后在 呃 武器集群上如何进行调试啊 等等一系列 很深度的那种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 多谢 再见 再见